天王的密婚连环报 所以在中间引发非常多的讨论 你有地下情人吗 你有金屋长焦过吗 今天都请到了有亲身经验的人来到我们的现场 看看来宾有谁 女人为何甘愿独守空归 等待男人归来的心态 麦若瑜 娱乐记者 了解刘德华费尽苦心长期24年 深入解析四大天王婚事连环报的内幕 张伟中 命理专家 擅长以面相及紫薇 分析金屋长焦的男人性格 解析四大天王背后女人的运势 迪志伟 娱乐记者 首支演艺圈许多金屋长焦的实力 揭发男艺人如何不让女友曝光的秘诀 我想说谢谢你 非常感谢我的婚事 接香港四大天王这个刘德华 亲报结婚消息后 黎明与名模乐记儿的结婚传言 再度被炒热 31号乐记儿出新香港关桃 一家冰淇淋店的开幕活动 以新化洋装颤图出修长好身材 对于媒体追问 她大方承认两人确实结婚了 这件事传两人在2008年3月 因为名字在美国赌城完成终身大事 不过遭黎明否认 今年42岁的黎明 与29岁的乐记儿交往四年 她在2007年大手笔砸下 两亿五千万台币卖下豪宅 与乐记儿共筑爱潮 但黎明始终否认两人结婚 似乎有意让乐记儿自己来回答 乐记儿认了也希望大家别再质问 虽然还是有记者问她婚后生活和心情的细节问题 她也只是保持微笑 待不再回应 我已经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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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结婚了很多年了 去年了 去年而已 黎明会不会觉得被刘德华扫到的那样子 这没办法 因为没有想到刘德华这个赌城上的 一被查出来就连环报 因为你现在不讲话 他们还是会查出来 所以杨千华跟黎明同一个老板 就干脆自己说了 我们旗下还有人结婚 那为什么不是黎明出来说 Yes I'm married 而是乐记儿讲的 所以你看这一对 你看黎明 乐记儿 跟刘德华 跟朱立欣就不一样了 乐记儿就不是那种 可以在身后做很久的隐忍的女人 因为乐记儿是一个在美国长大 美国出生 然后美国念书 她完全 其实这一段感情 黎明比较辛苦 黎明要抓她 其实比较抓不太住 其实是黎明要早结婚 是希望她结婚 希望她定下来 因为乐记儿她太 她之前有个很大的一个事情 就是她之前隆乳 她自己承认 有女人自己出来说 2005年她自己说我隆过乳 可是又没多久说 因为脊椎受不了 她拿掉 所以香港给她取过 她叫猜蛋专家 猜蛋 猜蛋 我的天啊 怎么会有这种名声 有 所以表示说 其实乐记儿这个人 非常的豪放开放 而且非常的洋化 黎明呢 其实为什么黎明 对她这么的紧 就是追到她 因为 其实 其实黎明最刻骨铭心 她的这个绯闻这么多 最刻骨铭心一段 是跟书琪 所以当她碰到 你们这些人嘴真坏 人家已经结婚了 然后说人家最刻骨铭心的是书琪 真的 还好 黎明 你真的就讲英文 不要懂中文好了 黎明是曾经传出为书琪 自杀 黎明就好像是现代的王兆君 我们这样讲比较好听 就是说她非常手本分的一个人 这样 那如果以面相来看 神似 有点神似 但是你长相来看 她是方圆有肉 就是水有肉 贵家里面的 她比较皮薄 耳骨肉 你看她的唇形她比较薄 女人唇薄的话 代表她理智 但是比较薄情 比较感情多波折 她唇厚又红 本身她的唇形是好的 所以能够嫁得比较好 中晚年更好 而且黎明其实也有一个年纪了嘛 对 最主要是她们两个人是忘年之交之外 黎明是天同心划路 而这个我们说的这位 乐季29 天同化季 天同化路 黎明为了她可以省吃俭用 或是少穿少吃少喝 把所有的享受都给予她 真好面目 看到天同化路的人 路要寄给那个季 所以就是说在对的时间 不一定遇到对的人 对 对 对不对 当年其实黎明跟苏琪 真的是 真的是爱到了 后来我刚不讲 可不明 苏琪后来自己拍电影的时候 拍最好的时光什么 都在那边讲那段感情 对她的影响非常大 当然这也造就了 后来苏琪戏越演越好 现在走上国际了 其实她的爱情没有拿到 但她的事业更上一层楼 是 那为什么苏琪跟黎明那段是 应该这样讲 好几年喔 对七年了嘛 对不对 而且其实就是一开始 她们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黎明当红嘛 天王 所以其实这个电影 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就是是地下琴来的 而且特别是说因为 苏琪她有一段 她自己比较不堪回首的过去嘛 那时候就是说 有一些就是 喜欢黎明的粉丝 会觉得苏琪根本就配不上黎明 那因为这些天王 她们都是在粉丝的簇拥之下 因为有粉丝 她们才可以继续她们的事业嘛 所以就是有一些粉丝就把苏琪以前那些照片 弄到香港来 然后呢 反正就是说 让黎明她在一些压力之下 而且黎明的亲友也不喜欢 你如果真的要娶娶她的话 我绝对不赞成 因为据说好像那个黎明的妈妈 很讨厌她跟苏琪在一起嘛 我记得那个香港的狗仔 曾经讲过啦 就讲说有一次呢 黎明跟苏琪她们在一个 可能是在兰桂坊之类的那个地方吃宵夜 然后呢 就后来呢 遇到了一些 那个苏琪她在拍电影认识的一些 男性的工作同仁 那因为黎明她其实很爱吃醋 那苏琪就比较外放一点 所以她跟这些工作 男性的工作人员有些是外国人 那你也知道外国人就比较热情嘛 会来个亲联 然后会拥抱啊 那其实像黎明就不喜欢苏琪 去跟这些男性太接近 但是苏琪就觉得这是国际礼 这没有什么 就因为两个人这样个性 可能都比较强之下 就常常会斗嘴 所以当然最后就是走上分手这条路 后来黎明为什么去 后来他们讲怎么分这一段 中间有一个Meg 就是黎明找了 她跟王妃又传了一段 她找了王妃来拍大臣小事 让这个东西来让 她那时候跟苏琪已经在吵了 后来王妃的进来 当传出她跟王妃有绯闻的时候 苏琪这段就断掉了